抬起头仔细观察枝头树叶 带妈妈成长班来到大平鼎热带植物园区 这种是海藻 台湾海藻那一类的 三十多公顷的园区让志工边学习植物新枝边沉淀身心 园区的专业解说员与同为志工身份的带妈妈特别有化疗 都是以付出学习为生活目标 我们都是半路出身的 但是从学习里面就很快乐 像植物求学问学习与地球共存 静静的能学习动一动也能学 关键在哪里跟刚刚你在推一样 他手是把它送出去不会在这里软下去 投球能学什么学的正是定心 手中拿球得专注才能美投必中 就算你会花招也投不进 因为就是要准确度 一堂体育课让孩子有了心得 行事不花俏只求专注目标 不只孩子学专心 从事幼教工作的家长也有了工作上的启发 可以去跟我的孩子分享 或者说透过一些小游戏 帮助他们学习怎么样可以定心 志工用心规划课程让动静之间都能有满满的收获 大约新闻真烦美志工高雄综合报道